新疆城市工作会议 已经正式发布了我们国家新时期的建筑方针 叫适用经济绿色美观 一定要建筑师来做 一定要从建筑设计来考虑绿色的问题 我认为要树立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以节俭为设计策略 以常识为设计基点 以适宜技术为设计手段 去创造环境友好性的人居环境 所以提了几个少 四个少四个多 少拆除多利用 延长建筑的使用寿命是最大的节能环保 少人工多自然 适宜技术的应用 是最应推广的节能环保 少扩张多省地 节省土地资源是最长久的节能环保 少装饰多生态 引导健康的生活方式 最人性化的节能环保 电视学院 这个电视学院是一个新校区 它老校区是在北京的学院路 能不能做成集约化 把那个二期的土地让出来 然后形成更多的绿化 像城市公园一样 可能近期不能 近期可能还围起来 要不然这些帅哥谅解 都别人骚扰了受不了 但是呢 远期我觉得它就是城市的 就是城市 花园城市的一部分 那一紧凑以后 实际上我觉得很多的校园 都可以大大的 急约的使用这个空间 这个生活区的空间 可以变成教学区的辅助空间 教育区的一些空间 可以成为生活当中的一种延伸 所以空间的一种混搭 就自然出现了 所以你看书 也未必一定要到图书馆 可能在咖啡馆 然后你可能看展览 然后你可能还能会朋友 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在 一个巨大的建筑当中 我觉得这个就是 也是一种健康的 和方便的一种行为模式 我觉得绿色建筑 应该引导人的行为模式 而不是这种一个高耗能的 盖体育设施到底要怎么盖 我觉得这件事呢 也是我们在这个项目当中的一个思考 因为现在到复都盖奥体中心 都是采用按竞技馆来做 只是大小有区别 观众多少有区别 但是大量的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高能耗 所有这些空间都是封闭的 然后里面大量的黑房间 所有的场馆里面要运行的话 要开灯要空调 所以造成一般老百姓用不起 除非政府补贴 我们在这个项目当中 因为造价也比较有限 所以我们从开始 就是跟当地的体育局讨论 就是做成开放性的 能不能都是自然通风的 四川也很愿意户外活动 所以到处都是在外面打麻将 然后打麻将这边是茶馆 然后打麻将旁边是篮球场 哇 那个城市的公园 景象特别感人 所以我们就想 在这儿 对 实话实说 我觉得北京人没这么浪漫 就是这个环境也没这么好 所以我们就想 就一定是开放的 休闲的 让大家能用得起的这些设施 还是回到这个 就是少一点美学 多一点伦理 这个少一点浮夸 多一点理性 少一点名利 多一点责任 我觉得我自己是 也是慢慢想清楚这件事 也是要求我们自己 要求我的设计团队 大家有共同的认知 但我也觉得可能 想一些大道理 但大道理有些时候还很重要 因为当你下手做一个设计的时候 你如果道理 你自己的价值观不清楚 实际上很容易走偏 因为今天的建筑设计的方法太多 建筑的有意思的事情太多 表达的东西也太多 如果能够在二十多岁 哪怕三十岁想明白 哪怕是四十岁想明白 那你至少可以有明明白白的 这样的一种 这种个人的价值观心态 然后去盖十年更好的房子 因为你没想明白 你经常会要不然跟着这边走 要不然跟着那边走 一会喜欢这个 一会喜欢那个 然后你喜欢业主不喜欢 然后你还生气 所有这些事都是造成自己不舒服 总来讲 做什么事 我觉得应该有一种正能量 我觉得应该用积极的态度 去应对并不完美的社会 我觉得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因为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你就应该去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去参与其中 不要后悔 不要当旁观者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积极 积极的工作状态会使你自己很高兴 同时也觉得能发挥更多的作用 当然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讲 真是积极性 积极的工作 真是能够造福子孙后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